以前的中国,汽车行驶不烧汽油烧木炭,时速40公里。 如今娶媳妇三大件,房子,礼金,汽车,话说胆胆身狗,勒紧裤腰带,掏空两代人的积蓄,好不容易走进了神圣的结婚殿堂, 才发现苦日子刚刚开始,媳妇天天吃外卖要钱,柴米油盐要钱,更可怕的是三大件支汽车花钱多,保险费,保养费一样少不了。 最怕听到的新闻,就是油价又涨辣,但今天,我要带着大家回忆一下过去,看看当年有车一组不烧汽油,烧木炭的日子。 话说汽车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1902年,当时的时候,大清的人们对着肿不吃草调,而且好的快递东西非常稀罕,汽车行驶在街头,经常又围观的人们, 当汽车发动的时候,发动机轰隆隆的声音,又会吓到一些看热闹的,那时候的汽车清一色的进口货,人家是烧汽油的, 由于中国当时不产石油,因此,所有的油料也是进口的。 慈禧太后也是一个赶时髦的主,作为女人,她的好奇心还是很强的,为了讨好她, 袁世凯特别进口了一辆大奔,自己掏腰包作为礼物送给了老佛爷, 但老佛爷子一次乘坐就感觉不对劲,因为她发现,司机竟然坐在她的前面,比自己还有面子。 这可不成,于是她下令,让司机跪着开车,并且认为这已经是开音了。 结果可想而知,司机这手上下蛮谎,脑袋计要照顾前方道路,又要看下面的油门和刹车, 差点出了车祸,后来,这辆车就闲置下来,再后来,据说德国厂家还特意来到北京, 准备买下这个限量版的老古董,咱没卖。 时代脚步走得快,到了三十年代,汽车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了, 但依旧存在着巨大难题,车就是缺少汽油,车开不起啊。 于是,聪明的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发明,1931年,木炭汽车发明了, 发明人叫汤仲明,他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车身上, 这种车使用压制成小煤球一样的木炭,非常耐烧,汽车加一次木炭, 能开四个多小时,最高时速40公里,也就是说能开160公里, 这和如今的很多电动小汽车充一次点的里程差不多了。 据说后来,德国科学家也借鉴了中国人的发明, 他们在二战期间,研制成功的木炭坦克, 一下子解决了在高寒地带汽油打不着火的问题, 更解决了燃料不足的问题, 不过,这种坦克似乎没有在实战中看到过。